老師提到說中國可能陷入所謂的這個通縮的狀況 他往外輸出一個非常明顯的就是汽車嘛 你其實因為他國內產能太多 他就只好把他往外輸 往外輸的話當然連帶的 全世界的這個車價可能都會被他往下拖 那特別是斯特蘭提斯的這個執行長塔瓦瑞斯 他最新的一個說法 他其實他的說法跟伊隆馬斯克非常像 伊隆馬斯克就說到說 現在已經沒辦法阻止中國的電動車 或是中國汽車的發展 除非是說各國對他科關稅 他講得非常清楚 那這個這個斯特蘭提斯的執行長 他怎麼說 他說比亞迪等等中國對手 用所謂低價的這個車款 然後搶攻全球的這個市場 那因為你也不能夠阻止 因為這個本來車就是可以互相賣 除非是說你真的用像 這個川普的關稅手段這樣的方式 那他就說 他還提到說 因為最近比亞迪不是要去墨西哥設廠嗎 他說你看他們也都來海外設廠 然後規避所謂的出口的這個限制 所以他認為說 這個中國汽車已經變成是歐美 最恐怕 最可怕的這個對手了 所以他的講法 其實跟伊諾馬斯克是相互呼應的 好 那我們就講 他為什麼往外輸出 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中國電動車相對是很便宜的 我們用這個均價來看 你看2023年的上半年 他的均價約莫是三點三萬美金 美國的大概約莫是七點二九萬 然後這個歐洲大概是七點一九 他是大概一半 對 可是問題是這比較 還是有點不一樣 就是中國的裡面來說的話 他有很多是插電或是油電混合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可能美國或是歐洲 他們的這個不太一樣 不過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車的確是比美國歐洲便宜 這是毫無疑問的 好 那尤其是因為他們現在狂要往這個中 讓歐洲去輸 因為目前美國是有一些阻擋他們 美國像這個拜登的這個康通膨法案 某些程度來說的話 你沒有在北美設廠 其實你這個七千五百塊的美金的補貼 你拿不到 你這個優勢不會那麼明顯 但是在歐洲沒有這個部分 所以你看他們就狂往這個歐洲輸過去 那你可以看到以這個歐洲 他們相關的這個 這個法國汽車業者的預估來說的話 你看二零一九年的時候呢 這個中國電動車在歐洲銷售 大概一點四萬輛 可是你看逐年往上攀升 到二零二二年的前九月的時候 一定有十五點五萬 你看過了兩三年的時間 已經從一點四萬加到十五點五萬 那在二零三零年 他們預估說可能銷售量 會來到七十二點五 到一百一十六萬之間 那這個約莫是怎樣 市占率應該可以來到二十趴 這個已經是個非常大的這個數字 那你可以可想而知 他擠壓到會是誰 但是歐洲跟美國的車廠 就被受到壓制 所以為什麼現在為止來說 全球對於這個歐美車廠 或是說歐美的政府 對於中國汽車業者 都有不一樣的看法 比如說像以車廠來說 福特我們到過去美國業者 都是這種高高在上 我根本不鳥你 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他現在說不行了 因為這個中國的這個車子 這個競爭力太強 他說我們考慮跟其他業者 互相的合作 那聯合購買 譬如說聯合購買 我們這個採購量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這樣 來降低整個電動車的 電池的相關成本 所以等於說中國的車 給他們的競爭 推著他們必須要開始合作囉 他們才經歷過罷工 可是目前為止沒辦法 另外一個就是通用 通用也是一樣 他說我們願意放手一搏 那如果你任何人 要跟我們合作 我們都可以 我們要這個所謂 提升我們的研發的效率 那史特蘭提斯來說 他就推新的電動車 那這個E3C 他這個SUV來說 你看他的價格 也相當殺2.3萬 所以就是說 我也要推低價版本 跟你互相來修台的一個狀況 另外就歐盟 我們要是讓美國 是用所謂的關稅 用所謂的通膨法案 去補貼美國的夜市 用這樣跟你對抗 那歐盟的方式是說 我們懷疑你這種低價傾銷 所以現在歐盟這個相關的 這個他們的這個議會 有發起說要查中國電動車 補貼的這個狀況 如果你有補貼 那我就可以禁止你了嘛 所以這就是一個某些程度 你也可以看說 他是要有這個對中國車企 要動手的這樣子一個前提的 好那當然中國車企 也不是省油的燈嘛 但最近來說 除了這個低價賣到這個歐洲去 他還想辦法降低成本 怎麼樣想辦法降低成本 我們其實前幾年 因為整個這個 我們要航運的運力的問題 所以很多車子可能在 他就沒辦法拿到 這個相關的貨輪的運輸 那中國就是這樣 比亞迪他說 我建了兩艘這個 在兩年內我獲得 所謂八艘的滾裝船 那滾裝船就可以運這個車子 運這個車子 我自己掌握我的運輸量 那我如果這個滾裝船 我還可以增加我的業外收益 所以比亞迪是這樣來做 那不是只有比亞迪 上汽也是一樣 上汽他成立一個叫 安吉物流遠洋船隊 他說他預計在三年之內 可以獲得14艘的遠洋船 要加入我這個狀況 加入我這個狀況之後 我就可以用這個 所謂的這個 我本身的遠洋船 我就可以拿這個運車子出去 我不用關於遇到 所謂的這個景氣循環 又來到了這個 航運價格往上升的時候 我就不會受到這個影響 所以其實中國 無所不用其極的想要降低成本 那這個也會對海外的所有車廠 都造成非常大的壓力